常识六 扁桃体发炎的处理 大家好 刚看到把里一个把友居然要乱去切掉扁桃体 那真是非常不可取的 扁桃体是人体的防卫系统 好比是前线的哨兵 携起进入人体 扁桃体是立刻有反应的 所以绝对不可去割的 你去割了 好比是自己撤走防卫的哨兵 邪气进入身体你毫无反应 最后就是邪气积累的大爆发 那就要生大病的 所以切记不可照搬西医的手术模式 哪里疼就搁那里 哪害死自己的 切记了 这里特别具体论述下 1. 戒除手蝇以后 嘴巴开始上火 牙齿也疼 呼吸也热 嘴巴也热 甚至扁桃体也发言 如何是好 这个问题在精品区贴子已有论述的 这里再说下 这是正常的反应 人体借除手蝇后 阳气开始积累 积累而没潜伏到肾中 则必然会浮冒在上面 这就导致人体的头部有上火的症状 但注意了 这是虚火 不可轻的 否则人体的阳气就被耗损掉了 需要做的是不管它 正常生活 同时早睡觉 不看黄的 逐渐的小的虚火自动就纳气归原的 自动虚火就消失了 而人体则自动精气更充足了 因为虚火潜伏以后就可化作人体宝贵的精气 而运化全身的 如果能不断行善去恶 帮助其他人都这样彻底做好 那你自己必然恢复更快的 因为正气足则虚火自动潜伏的 所以切记不可因为一点上火而乱吃苦含要清火 那害差自己的 到时火越轻越大的 切记了 强调 早睡觉 不看黄的 不守淫 没有防事 要虚火自动潜伏 这是恢复的根本 而且也必然自动恢复的 绝对不可吃药的 否则节外生枝 反出大问题 注意 这段文字是重中之重 一切的恢复都在的 强调一万遍也不过头的 切记了 二 严重的急性的扁桃体上火如何处理 这需要具体辩证的 主要分虚实两类 也有虚实夹杂 具体其他问题则要具体分析处理 这里只概述根本 一 食症 症状 扁桃体红肿热疼 吃饭则大疼 喝水也热疼 甚至体温高到39度左右 舌偏红 舌苔偏黄 口偏干 大便干燥或热吸而异常臭 麦天树而有力或服而有力 这基本可断定是实症 治疗 可用下面秘方 五根旁 这是中医前辈高人内蒙古李凤林老先生 为治疗小儿的急性扁桃体发炎而专门创造的 功效无敌 这秘方经过中医前辈郭首信老师的披露才得流传 凡是符合上面症状的 扁桃体发炎就可用 处方 隔根6克 板蓝根6克 山豆根6克 白毛根6克 炉根6克 霍香6克 红华3克 大黄2克 这是对孩子的用量 如果对成人 则用这个量 隔根10克 板蓝根10克 山豆根10克 白毛根10克 炉根10克 霍香10克 红华3克 大黄3克 主要方法 要放入药罐中 加水高出药平面1到2厘米 用大火煮开 再用小火煮30分钟 熄火后把药汁倒出药罐放入大碗里 此为第一间 再加水入药罐 高出药平面1到2厘米 然后用大火煮开 再用小火煮30分钟 熄火后把药汁倒出药罐到大碗里 和第一次煮的药汁混匀 把这些药汁分三四在一天内吃完 药汁都在饭后半小时左右服用 如果药汁冷却了 再必须适当加热后再服用 切记 因为是秘方 所以对症的前提下 效果特别好的 一般两三天就能好的 不对症 那当然出问题 切不可乱用的 特别强调4点 1把礼不公布处方的 就怕好事做成坏事 反害人 2公布这个秘方的原因 是因为扁桃体乱质的现象 实在太重 至少这个平整的方子公布后 能让更多人不受苦 所以才公布 3 切记不可去乱用 否则反害人 一定要完全符合我说的 急性的严重的症状的前提下 才可用的 4 凡是手淫后遗症引起的小疼 都是不可吃这药的 切记了 自动恢复 乱吃就是害自己 切记了 2 虚正 3 点论术虚实夹杂的问题 这是干肾中的龙雷火出来 而炎少因晶晶落上到咽喉 虚火隔在咽喉这里 导致扁桃体发炎 唯一的办法是银火归圆 这火是肾中出来的 不是外邪 唯一的办法是把龙引导回去 否则如果随便清火 那火就越清越大 把人正气灭完 害惨人的 这是鸿海儿的三味真火 只有按下面两种方法来引导的 否则要出大乱子的 具体分之如下 1. 如果是水太少而火跑到外面 那就需要撞水之主 以致阳光 需要补水为主 引火刺之 处方不公布 免得害人 2. 具体症状是舌红而无舌胎 脉细或脉虚大 甚至口渴严重 整体症状是阴虚而不能致阳 导致虚火上浮的情况 这要临床根据具体问题辨证的 3. 如果是水寒而火跑出来 则要不慎中真火火以淫火 并稳固中土 扶煮虚火才可以治本 4. 具体症状是扁桃体疼 但脉虫取无力 并若甚至失根 脉是根本 蛇是往往淡而不红 蛇态润滑而不干 人的下身可能反怕冷等 总之虚相明显 而毫无实相地充斥 5. 如果是虚实夹杂的 症状 那需要在以1 2 2 2点 为根本的方子的治疗前提下 拨通上浇的气息 可化财5根汤的成分 用进来 也可用家用菊花 豆豉 桑叶 莲翘 防风 生枝子等透热转气 如是太阳少阳两经不通畅 则可选用桂枝 柴壶 黄芹等药来配合 但注意标本共治的轻重缓急和分量的搭配 这要因人而异常的 医生的人生修为和医学境界都在具体方子的斟酌损意上体现出来 6. 一旦到了虚症 那前提是呵护正气 固守砍弓正位 在这前提下 拨通五行气机 特别是拨通上浇欲绕的气机 让整体围绕中弓旋转 这才是根本 只要根本立足了 气机通畅了 那病就可入坦途的 最后再三强调 1. 一般的虚火包括扁桃体疼 都不要去管它 要它自动恢复 火潜伏了 人体就更健康了 不可乱吃任何药的 切记了 2. 公布的五根汤绝对不可去乱用 免得害人害己 必须符合邪的根本症状 并且必须是急性的严重的问题 才可用的 切记了 也衷心希望大家都能从各文章中学到根本 学到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而更好地成全自己 成全他人 一起更好地固守本霸 捍卫本霸的根本 力行不已 实体余身 成全到更多人 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幸福顺利